我们今天来修一块格力的方板 这个网友寄过来 上面没有贴故障现象 不知道啥问题 然后我大概测来一下这个CPU三大件 没有短路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上电来测一下 看看检测仪爆什么故障 好我们现在这边压缩机都接好了 它这个是直流风机 所以说要接这个风机 我们开电来测试一下 看大家报什么故障 好首先通讯是没问题的 我们直接来开机 它这个带电子膨胀阀的 带电子膨胀阀的要稍微等一会儿 好现在风机在正中转运转 但是我们的压缩机是没有频率 压缩机也是没有转 像这种故障的基本上就已经是锁定了 因为这个是这款板子的通病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模块 容易坏 它也是不报任何故障 就是压缩机不启动 外机转 就是这个模块一般是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测一下这个六路驱动电阻 我们测一下之后如果没问题的我们就直接换模块 刚刚测的这一共是330欧有这个六个 然后再有几个10k的电阻 都测了一下没有问题 然后这边的箱电流 包括这个1.65V都测了没问题 压缩机不启动的话 不报故障 那我们就是直接拆模块了 然后这个模块拆 首先给它把这个营销上面上点这个焊锡丝 有线的这个焊锡丝 然后涂垫这个焊油 这个之前给大家说过 就是这个安泰性的这种焊油 它有助于这个锡的融化 注意锡的流动性 然后来用吸吸器 我就用了这种吸吸器 也是安泰性的 因为这个价格也不高 而且用了还可以 还觉得比较好用 吸力比较大 用这个吸吸器用烙铁烫的话 烫的话把这个银角实当地多烫一会儿 因为它这个银角两边都有锡 要保证电路板的另外一边的锡融化之后 再用这个吸器去吸 那么才吸的干净 好 这个吸空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不要着急取出来 我们首先用个东西 我们推下这个银角 看到是不是真的 这个看到核焊盘脱利了 真正的脱离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模块取下来 如果有这种没有脱离好的 我们就重新给它吸一下 就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只要你工具用的正确的话 剩下就是耐心了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技巧 好 给大家看一下 拆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完完整整的 模块也没有搞坏 焊盘也没有搞坏 这就是要耐心的 好 我们现在就直接装这个新的模块上去 好 然后在上这个模块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螺丝先固定好 把这个未定好之后再焊 包括我们换这边的三大剑椅 所以说经常有网友修这个东西 修这个板子 有的只单独系这个板子来 我说最好是不要这样系 把这个壳子和这个散热片系过来 假如说这个散热剑坏了之后更换的话 需要先定位 不然我在这边装上去 你回去可能装这个散热片的话 这个螺丝孔可能是歪的 也有可能这个引脚的长短不一样 到时候你装上去会影响使用的 好 现在我们固定好 直接把它焊上 焊上我们就直接来试机 好 现在焊好了 也清洗干净了 我们直接来上电 试机 检测仪已经打开 好 我们直接启动 稍微等一会儿 等它这个电子膨胀阀打开 一般的带这种电子膨胀阀的 这个空调的话 都是稍微好一点的 好 应该马上要启动了 风扇在转 好 压缩机启动了 这就解决了 现在这个频率都有了 柜做文件 确证仓eler 确定差 though